NCW战报,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小皇帝詹姆斯之子 安岁体育五星高中生布朗尼 打出了他大学赛季到目前为止的最好一战 他在球队70比86输给俄勒冈州立的比赛中 替补出在20分钟 11投6中,3分球6投2中 罚球1发1中 贡献全队第二高的15分 外加一篮板三助攻一抢断的数据 没有一次失误 此前布朗尼因为心脏问题休养了5个多月 这只是他回归球场的第5场比赛 能在D1强度下打出今天的球场内容 实事求是的讲 布朗尼还是有点东西的 比赛中他将自己防守好 转换进攻速度快 有一手投射技术 从来不尝试去当球场英雄的特点 很好的展示了出来 本来布朗尼有15分钟的出场时间限制 但今天因为他的状态算是南加大最好的之一 所以又赢得了多达5分钟的机会 一名超级新二代 自带顶级的流量 在球场上还有两把刷子 如果布朗尼照这个程度打下去 明年参加选秀进入前两轮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除了布朗尼之外 南加大得分最多的是 大5后卫布吉艾利斯 他全场11投7中 3分球7投4中 罚球2发2中 共欠20分4助攻 而后场双枪中的另外一杆枪 23届五星高中生 号称全美第一空位的大方脑袋帅哥 埃斯扎康尼继续低迷发挥 他全场5投3中 3分球3投1中 只有7分4助攻的入战 同时还出现了5次15 他在打硬仗时 往往没办法挺身而出 照这么打下去 考列人选球行情 可能会掉出前十 甚至掉出乐透 有人选球行情下降 也有人通过表现 将选球行情提升 例如俄勒冈大学 身高6尺183公分的 神奇空位 Jackson Sharsnett 就是其中之一 曾上一场比赛 砍下21分3篮板2助攻 帮助球队击败男家大 今天又在对阵 Uside A的比赛中 全场13投7中 3分球7投4中 罚球2反2中 得到20分2篮板3助攻 帮助球队击败强敌 这名大医生 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 速度和技巧 今天还命中了一季 季精四座的超远三分球 彻底将全场点燃 除此之外 近期还有多名人气后卫 打出了精彩的表现 例如来自于OT联盟的 天才空位 Robert Dillingham 正在肯塔基于96比70 击败伊利诺一周立的比赛中 替补出战打了22分钟 石头5中 三分球2中1中 罚球585中 再次砍下15分 吸助攻3强断的数据 他不仅靠着优秀的 直球技巧和灵动的球风 吸引到了大批球迷的关注 更将自己的选球行情 从第二轮打到第一轮 此外 Dillingham的风投 已经完全盖过了 球队的先发五星后卫 球三代Ditch Wagner 现在被认为是 年度最佳大医生的 有力竞争者 说到最近风投正进的后卫 杜克大学的五星大医生 来自于加州强校百年中学的 魔仙小子Jedem Kahn 一定不能被忽视 他继上一场球队 击败贝勒大学的比赛中 砍下21分之后 今天面对夏洛特黄霍大学 出战26分中 14投9中 3分9投4中 罚球两发两中 再次砍下24分 4篮板 3助攻 3抢断的数据 帮助球队106比69 击败对手 证明在全网拥有 260万粉丝 商业价值高达 100万美金的球员 用表现告诉人们 他不只是一名网红 还拥有超凡的实力 摩羙哥有进入 明年选球大会 乐透区的行情 在同一场比赛中 杜克留下了大二内线 凯尔弗里泡兹基 也表现得很抢眼 他全场10投8中 3分9两投1中 罚球三发2中 砍下19分 我加4篮板 两助攻 两抢断5封盖的数据 他的选秀行情为第一轮 最后 昨天全美4号种子 亚裕桑那 以100比81 战胜加州大学 球队的主控 大赛球员小微少 KatepLab 打出了超高效的表现 全场10投7中 3分9三投3中 罚球7发5中 共签22分4篮板 还在比赛中上演了 残忍格扣对手的好戏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很多兄弟最近告诉我 他们今年花了很多时间 看我的视频 我必须要向所有 支持我的兄弟 表示感谢 是你们给了我力量 请本年度最后一次 把IT哥打到公屏上 我们明年再见 2024该干的事情 继续 干